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装载了AMD瑞人5-5600H CPU的小主机 Blink SE25 这是一台定位中段的高性能小主机 AMD瑞人5-5600H CPU AMD Radeon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 最大64G NVMe高速SSD 静音风扇主动散热 加大面积的铜管的被动散热系统 全金属迷离机身 WiFi6E高速无线网络 支持三路4K60Hz的显示输出 这就是Blink SE25高性能迷离小主机 小主机的外包装 上面有配置 16G内存500G存储 AMD瑞人5-5600H处理器 翻过来这里也有配置表 打开它 全部都取出来 说明书 短HDMI线缆 长HDMI线缆 Visa刮架和螺丝 是9V3安 一共57瓦功率的电源适配器 小主机打开包装纸 正面特别标注 AMD CPU 前面把电源开挂键 耳麦接口 USB-C口同时也是DP显示输出接口 两个USB3.0A口 后面板 千兆有线网口 USB3.0A口和USB2.0A口 双HDMI显示接口 19V电源接口 两侧也是散热的进风口 背面有系统引导按键指栏 4颗背板螺丝 打开它 注意这里有2.5寸SSD的连接排线 双通道DDR4内存插槽 安装了16GDDR4 3200MHz的内存 一个2280NVME接口 安装了500G的金斯顿的SSD 2.5寸SATA接口 可以装薄形的2.5寸存储硬盘 把螺丝装回去复原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小主机 BLINK SER5 系统自带正版的Windows 11专业版 接上4K显示器 HDMI接口只能输出8比特的4K60Hz信号 颜色格式是YCBCR444 DP接口 这台机器上也就是USB-C接口 能够输出10比特的4K60Hz信号 颜色格式是RGB 这个区别大家要了解 进入任务管理器 BLINK SER5装置了AMD锐刃5-5600H的CPU 基准频率3.3G 6核12线程 L3缓程16兆币 内存46GB DDR4 速率是3200兆核子 磁盘是一块金斯顿的500G的NVME SSD 网卡是螃蟹的千兆有限网卡 GPU是CPU类置的Radeon核显 我们也使用了HW-Info64来查看配置 AMD锐刃5-5600H CPU 7nm工艺 据说是台积电的 TTV这里显示的是45W 基准频率3.3GHz 最高频率4.2GHz 看看右边的温度监控 NVME的SSD代机温度只有29摄氏度 CPU代机温度41摄氏度 打开CPU-Z 直接跑分 多线成3947 单线成585 接着跑Gegbench 5 CPU测试得分 单线成1442 多线成6399 我们来跑一下GPU的测试 OpenCL 14511 Valken 17397 Cinebench R23 多线成8423 单线成1382 我们最看重的Pathmark跑分测试 多线成17573 单线成3090 最后我们来跑娱乐大师 总分897238 CPU单向得分452423 我们来看一下硬盘好网卡的情况 AS SSD Benchmark 读2272兆币每秒 写1626兆币每秒 总分2626 Crystal Dickmark 读2490兆 写1762兆 数据表现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Blink GT25 类置的千兆有限网卡 找到它的IP地址 10.10.10.107 在这台设备上运行iPercent服务端 在另一台测试机上运行 iPercent客户端 单线成上传 930兆BPS 单线成下载940亿兆BPS 多线成上传930兆BPS 多线成下载942兆BPS 上下行基本跑满了带宽 对于这台没有外界天下的小主机的WiFi 我们看到它确实能够达到 1200兆BPS的WiFi6的连接速率 但是实测基础带宽 只能跑到574兆BPS 看来在我的无线环境里 速度稍微有点拉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5600H硬解视频播放的能力 速度稍微有点赞 订阅BPS 本地视频4KVP9CPU占用4% GPU的VideoCodeC0指标平均接近55% 这个CodeC0就是负负责硬解能力的芯片使用率 然后跑线上YouTube视频播放 4K60帧VP9CPU平均6% VideoCodeC0 55% 让我们来打游戏 原神1080P重等画质平均40帧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不错的 接下来不错的 准备 QueCodeC0 不错的 不错的 OGo 的 你 可 吧 我 呢 我 英雄联盟1080P重等化制 最后打团战大概140帧 非常不错 温度之下待机功耗5.2-6.9W CPU-Z最高功耗45.02W Tekbench 5最高功耗51.13W Cellipbench 223最高功耗49.69W Passmark最高功耗51.15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53.47W 我们用AIDA64做稳定的测试 双烤了一个小时30分钟 CPU最高温度91度 SSD存储 最高温度才39度 CPU功耗平均33W CPU全核频率最高3.7G 没有一个单核烤机的时候 达到4.2G的最高锐频 接下来我们还是给这台小主机 跑一个OpenWR测试 Lun Sang 心分量 F4.1B F4.1B F5.1B F4.1B CPU osob AS 626313分 XX20 368106分 Comark 244268 低于i7-9700 高于11代i5-1135G7 Blinger SE25高性能的Mili小主机 它装置了AMD Radeon 5-5600H CPU 6核12线程 自带AMD Radeon核显 具有HDMI 2.0接口两个 加上USB 3.0C口可以输出DP显示 一共三个显示接口 全部都支持4K60Hz输出 当然我们知道USB-C的DP输出 能够支持到10bit的RGB 4K60Hz 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千兆螃蟹网卡 3USB 3.0A口 一个USB-C口 一个USB-2.0A口 19-3A 57W的电源 支持最大64G 3200兆核子的双通道内存 支持NVM1-STD 和2.5寸的SATA SSD 多线程Passmark跑分 17573 单线程Passmark跑分 3090 这是一台定位中端的高性能小主机 它达到了体积功耗性能的优秀平衡 支持同时连接三台4K60Hz的显示器 除了NVM1还支持2.5寸的SATA硬盘 Belink SE25 Windows下的待机功耗最低只有5.2瓦 设计精良小而优美颜值真的是非常高 它的最重大的缺点是仍然只使用千兆网口 而且还只有一个 AMD本身也不支持雷电3 现在仍然没有支持到USB4.0接口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台小主机还没有在中国去上市 所以我拿到的这台是美版的 虽然不知道价格 但我觉得比起顶级的GT-R25 5900HX应该是有大幅责让 所以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